前面七次懷疑自己的總冠軍系 藍隊 延續了 藍隊王朝 被逃了四連八 再說田姐很吵 田姐很吵 很大聲 因為她身上有麥 放手 收腳啦 我在家旁邊 我在搖滾區 只要那個鼻涕跟眼淚像噴的 我旁邊發音的時候 我聽到後面的 其實我剛剛 就有先偷偷想一下改言 我要等那一幕 我知道我會哭 也知道我哭是為給你祝福 說田姐可以就是介入製作單位 我覺得真的是 其實你們如果有看從前面到這裡 這一季好不好 前幾季你們也有看的話 這一季田姐是 哭很多次耶 辛苦了各位 我都 我都也是 壓力很大 真的 可以了 我覺得這個王朝 真的讓你們帶來太大的負擔 辛苦了各位 你們一定值得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我真的覺得 錢姐很用心 我們只是 藝人選手 參加一個運動節目 可是他帶我們是 把我們當成運動員在帶 你要知道從零開始有多難 就是他讓我們從零變成可以打比賽的一群夥伴 就是我真的覺得錢姐的用心 不應該變那些臭酸民 就是三言兩語 就這樣子 我是覺得還蠻難過的 不要再說錢姐很吵了 錢姐很吵很大聲 像他身上有麥 翻手 很臭假的 如果我身上有麥 那就是我最吵 好不好 他哭的是那個樣子 跟動畫一樣 我在家旁邊 我在搖滾區 加上那個鼻涕跟眼淚聲噴的 我怎麼哭了 我那時候 因為入圍的時候 我心裡就是一直期待會有自己 可是我真的沒有一點點想哭的感覺 我覺得是很開心的事 但我說 首先 我要很感謝大家 我還沒發言的時候 我聽到後面那樣 提問 跟你說 怎麼看洪軒跟錢姐的互動 跟錢姐的互動 我覺得真的是他們兩個感情好到 好到 差點招枉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 我們感情真的超級好 我跟錢姐超好 每次錢姐比完賽的時候 都會下來跟我說 洪軒啊 我剛在場上喊你 不是真的要跟你說什麼 因為 你知道有時候在隊伍裡面 有些人可以被罵 有些人不行 你就屬於可以被罵那種 所以我會罵你 不要衝動了你 我以為是我就跟錢姐說 錢姐 有時候 我也很需要鼓勵 我覺得他們真的 我覺得錢姐跟洪軒真的很 師徒 師徒感很重 對對對 祝你 我們要播放 roles 第二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